大家好,8月21日,星期二,黃毓民逆經港堂, 下雨思塞,不如早點開始,其實沒什麼關係,不過現在香港流行,隨便說話就當理由,現在大家說話都不用邏輯,不用姓,我見到現在天陰陰,不如開始做節目,開機先。 好厲害,打開了一堆人在這裡,這麼厲害,你們好像會提早做節目,OK,8月21日,星期二,有單細新聞本來就不太值得說, 不過我又覺得他挺跳皮的,做節目前不如提提他吧,都是說上星期,各位主角陳浩天,本來大家都不認識他的,現在發覺他一雷天下響,世界性的媒介都,因為FCC一場演講就傳播到世界道,背後功臣當然是港獨之父,梁振英, 陳浩天就去信,這幾天就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取消的香港特殊貿易地位, 所以那條美國香港政策法,所謂特殊經濟關,這個經濟那個關稅區的地位,希望他跟大陸一視同仁,因為呢,香港 is China, 是否回歸了,九七之後,這條新聞呢,本來就是橫皮之作,跳皮而已,都頗有趣,因為他作為照妖鏡作用呢,就是頗好的, 土共當然群起攻擊,因為他損害香港利益,看上去是理所當然,但是,傷害大陸那個叫特朗普,令到習近平四面楚歌, 一個人,對著整個元老會的,都是特朗普,但是愛國愛港人士就不會罵美國, 又不會罵特朗普,只是罵陳浩天,因為罵陳浩天就沒有後果,罵特朗普你搞坏了,本來已經非常坏的, 貿易戰關係呢,你不知道最大惡極了,拉出五門後斬,所以呢,沒有人罵過美國,沒有人罵過特朗普, 但是大家罵陳浩天,因為沒有所謂,走過踢兩腳,這個就是目前我們很怕,國民教育, 所帶來背後的精神,誰有權,誰力大,誰斑馬,強領藥,欺個藥的,走過不小心踢腳都沒有所謂, 你惡那個人怎麼敢得罪呢,所以究竟搞清楚哪個陀地,哪個握權,哪個有power,你就不要得罪, 這種精神現在開始在體現中了, 特區政府的反應更有趣, 所以,經過這個照妖鏡呢,商務局局長,Edward Yow呢,就是邱騰華呢,就是說, Hong Kong is not China, Hong Kong is not China,不是Hong Kong is China嗎? 陳浩天說Hong Kong is China, 一直都是這樣說啦,其實, 建制派,是不是?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就不是應該特區政府官員說的, 其實之前是由淑貞在立法會裡面整張的旗出來, 寫著Hong Kong is not China, 那大家就罵他是做港獨, DQ了他的議員身份, 那些家庭政府還追回討論他, 立法會的行政部, 就追回他, 因為你的宣誓沒有效, 那你以前資助那些人工兼費用開銷, 實報實銷, 九十幾萬, 連賣利息, 麻煩你吐出來, 大家記不記得, 不是很久之前, 有個大陸傻婆在法庭拍照, 還跟著自己呢, 和法官鬥爭, 然後輸了那個堂費, 跟著那個堂費, 加上那個, 啊, 費用大概二十幾萬, 一條人就撩回深圳, 記者問林鄭月娥, 究竟會不會追回他的堂費, 啊, 二十萬呢, 林鄭月娥回答就是, 我們要追數, 都要考慮別人的還款能力, 那今時今日的政府, 似乎沒有考慮到柔惠晶的, 還款能力, 啊, 還要追討利息, 那有沒有追討那位, 我都不記得什麼名字, 總之一個就是, 又咬人, 又在法庭拍照, 還理直氣壯, 堅持講英文, 那個傻婆叫什麼名字, 啊, 欺善怕惡, 慢慢帶來, 啊, 帶來香港這種氣氛, 是啊, 我自己好混亂, 現在今時今日, 陳浩天就強調, Hong Kong is China, 那所以, 希望特朗普取消這個香港, 美國的政策法, 將香港這個特殊經濟關稅區的地位呢, 就取消, 和大陸一事同仁, 那本來都沒什麼怎麼做啊, 原則對啊, 起碼, 我們這個支持中央, 啊, 和中央一起, 共渡時間, 是不是, 我們和祖國血脈相連, 現在開戰啊, 不是玩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喂, 突然間香港政府急急跑出來說, Hong Kong is not China, 8月18日, 真的由政府官員宣布, 香港獨立了, 因為Hong Kong is not China, 是不是啊, 和大陸劃清界線, 喂, 我們有香港這條這樣的, 美國香港政策法呢, 其實是美帝的思舍, 你對付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就對付回歸了香港咯, 特別網開一面給香港, 你不用和大陸一起, 懲罰性關稅, 喂, 喂, 我們理論上, 真是一個愛國愛港的群體的話, 應該第一個反應就去花園到美國總領事館抗議, 我們不要這條美國香港政策啊, 是不是, 我們和祖國人民血脈相連, 一起抗美, 這樣才對嘛, 我們幻想一下, 如果今時今日, 這個中美之間的貿易戰, 不是貿易戰, 是傳統的戰線, 好像1937年, 日本正式侵華, 舉國一齊來抗日, 其實, 在一個正式戰事的時候, 其實香港, 特區政府的官員, 會不會第一個跳出來, 就告訴這個, 美帝, Hong Kong is not China, 你打就打中國大陸, 羅湖以, 深圳, 河以北就好了, 是不是, 香港不關我事, 嘩, 你這樣就叫愛國愛港啊, 你真的沒有想著跟習近平共渡時間啊, 整個, 信件, 好香港年青人的feel, 陳浩天, 黑如其憤, 我覺得他做回, 一個香港的年青人, 香港年青人, 就著你的思路, 就跟你玩少少這些遊戲, 純粹是, 橫皮, 不過, 照下你那些人怎麼反應, 你們罵陳浩天的人, 也罵特朗普啦, 不懷好意, 是不是, 一而再, 再而三, 你搞到, 啊, 習近平, 一牙, 一頭煙, 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說最崇拜的政治領袖就是習近平, 又說他一言一行的魅力, 沒法黨, 那個林鄭月娥, 喂, 在公在私, 你都應該兩協插刀, 為習近平, 向特朗普都講兩句公道話, 是不是, 現在你才跑過官員出來說,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喂, 幸好我不是教書的, 還有幾十歲, 其實搞到我很混亂, 如果學校教, 究竟Hong Kong is China, 還是Hong Kong is not China, 又淑貞說Hong Kong is not China, 即是想像在這裏, 在立法會鋪快旗出來, 是不是, 你說他搞港獨, 那就邱騰說Hong Kong is not China, 你就說是政府立場, 那究竟Hong Kong is China, 還是Not China, 唉, 我也不知道你們搞甚麼, 搞到我很混亂, 今時今的年青人沒有歸屬, 你說他們又反政府, 是不是, 又說他們廢青, 無論你說甚麼都好, 我覺得要搞清楚, 你們自己又知不知道自己說甚麼, 你說我見人就拜, 見鬼就拜, 見高就拜, 看看誰有勢力, 誰有權力, 盡量地做聰明仔, 做聰明仔, 你都要走回位, 兜住, 已經兜不兜到, 好了, 我們講回今天的新聞, 今天想, 開頭想講講今天的國際新聞, 香港人對國際新聞一向都冷感, 沒甚麼興趣的, 報館, 當環境不好的時候, 很多人的提議都是, 不如CUT了國際組, 即是那班翻譯, 是吧, 根本都沒有人想知道的, 你有沒有興趣, 今天發覺, 這個薩爾瓦多和台灣斷交, 是吧, 薩爾瓦多在哪裏, 你有去過那裏沒有, 有沒有興趣呢, 台灣還剩下多少個邦交國, 是吧, 薩爾瓦多為甚麼和台灣斷交呢, 喂, 我講你都沒有興趣聽, 我講的那個, 其實就是有些跟香港很類似的處境, 有影響的, 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 大家知道在哪裏, 橫跨歐, 兩州的國家, 這個伊斯坦堡, 在歐洲市來講, 很有地位的地方, 土耳其經濟出現大問題, 它的貨幣里拉, 最近跌了一半, 那, 一向這些極權的地方, 極權統治也一樣的, 有能力有辦法, 就是跟大陸一樣, 是吧, 有點power, 有些背景的人都早就走出國外啦, 外資就紛紛撤離啦, 但是好像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所講的, 喂, 沒有甚麼人關心土耳其的, 是吧, 你拿著外幣有拿著他的里拉嗎, 你有買過甚麼土耳其的機構嗎, 基金嗎, 是吧, 你都不太關心, 我想, 你那些綜合基金裡面都佔土耳其, 都佔很少吧, 我猜, 會不會這麼編張, 拿土耳其基金在你的MPF那裏, 世界不關心土耳其, 不過世界很關心中國大陸, 中國經濟規模是土耳其的15倍, 如果人民幣下跌, 不要說五成啦, 三成好了, 那就不止大陸變天了, 人民幣下跌三成, 我想世界任何過落都會被受影響, 中國大陸和土耳其, 有甚麼共同之處呢, 共同之處就是面臨目前的一樣處境, 就在同一條路上面, 他們的對手都是美國, 美帝特朗普, 是吧, 美國經濟制裁土耳其, 加征他關稅, 這樣才令他的利拉下跌, 背後原因呢, 不知道香港的, 我們的聽眾, 或者聽著節目的人, 是不是已經了解呢, 我簡單地說一次, 前年土耳其發生了流產政變, 總統歸咎就是一個反對派領袖, 在美國策劃, 要求美國交人, 美國採你也有味道, 那你不採我嘛, 我就拘捕你美國境內一名牧師, 叫布倫森的, 控以間諜罪, 這些很複雜的, 他是否真間諜, 還是假間諜, 還是在專權地方, 我說你間諜, 你就是間諜, 是不是? 作為交換人質, 你避回那個, 我的目標人物, 我避回利益的, 美國牧師你, 照計就, 是不是? 在他們的極權國家來說, 這些叫做fair deal, 是不是? 大家交換人質, 美國當然不會交出, 那個土耳其反對派領袖, 不過你這麼多人在我手上, 我不是找一個, 是籌於以色列的一名, 恐怖份子, 土耳其籍的女性, 做過恐怖襲擊, 我們說他恐怖份子, 好像可能在用字上, 未必太準確, 應該說, 他們就做過恐怖襲擊, 而被以色列抓了, 就籌於以色列監獄, 那美國有能力, 運用美國影響力, 要以色列交回這個, 這樣的, 女性恐怖活動的, 籌犯出來, 交給你, 那你給我一個牧師, 是不是? 那事後土耳其反口, 究竟他們背後交易的用字是怎樣, 怎樣有一方會反口, 我們不得而知, 因為可能大家有很多語言不對的, 是不是? 以色列給我一個人, 我和你美國, 關什麼事呢? 你美國給我一個人, 我指定那個人, 你隨便給我一個人, 哪裡可以呢? 還是當時已經談好, 我給A軍, 你加一個甲軍給我, A軍換甲軍, 這個是Apple to Apple, 還是Apple to Apple, 你給我一個蘋果, 我給你一個提子, 你算數呢?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簡單地說, 土耳其反口, 美國將土耳其進口關稅加一倍, 香港人當然是不關心土耳其啦, 即是說真的那句, 是不是? 但是美國用同一個方法, 對付著大陸, 你就沒有多不關心, 所謂貿易戰, 其實是美國用關稅名義, 懲罰著大陸商品, 挑起戰時的第一槍, 就是中興, 是不是? 他利用了美國賣給他的芯片, 他就作為這個炒黃牛, 就賣給伊朗, 事前已經發現了一次, 他說保證不再犯, 中國這些國企說保證不再犯, 意思是保證一定再來過, 是不是? 所以美國拿著這件事, 根據上次的判決, 就發覺幾年之內不賣芯片給你, 原來不賣芯片給中興, 這些這樣的中國龍頭公司, 龍頭國企, 我馬上死亡, 心臟立即停頓, 八萬人面臨失業, 跟著貨幣, 跟著貿易戰的還有貨幣戰, 聯儲局不斷地加息, 當美國加息, 開始貼近人民幣息口的時候, 作為這個機構投資者, 你究竟會不會把錢放在人民幣上, 還是將它調離, 寧願放在美國上呢? 因為說穩陣, 我想沒有人會說人民幣比美金更穩陣, 人民幣面對這樣的環境只能夠大赦, 整個大背景其實是習近平, 一開始輕視了特朗普, 習近平怎麼出身呢? 他是集中分一系的血脈, 在中共山頭臨立的叢林血脈裡面走出來, 打散了博家, 薄熙來, 整個薄一波家族散了, 薄熙來入獄, 拿下了軍頭, 喂, 過去二十年, 解放軍什麼人處理的? 表面上, 你說, 就是江澤民, 後來那十年, 就是胡錦濤, 其實不是, 是徐塞口, 郭伯雄, 拿起兩個軍頭, 他們的住宅埋下的人民幣, 連數都爛了, 不知道多少個卡車, 是吧? 所有將軍, 上教, 宗教, 少教, 上衛, 什麼軍衛都是買回來的, 全部都有公價的, 大陸這類東西一定有公價的, 150名每日來港的名額, 怎麼會不賣啊? 是吧? 這個大家都很清晰的, 怎麼會不賣啊? 所以你說香港有審批權, 什麼就是財路給了你? 在大陸人聽來覺得很荒謬, 好笑的, 他們開了一個金礦, 你說把審批權還給給特區政府, 那你們收他們的錢, 怎麼可能啊? 好了, 清算了江澤民系統, 包括這個, 退休了的常委周永康, 石油邦, 即是中石油、中石化那邊, 還有另計劃, 以前胡錦濤的大內總管, 是吧? 習近平一人, 在這種背景之下, 是吧? 打盡天下, 無敵手, 撩仁鳳啊, 他不是撩仁鳳, 他是撩仁鳳, 撩膠打個撩, 是不是? 撩仁鳳, 習黨政軍大權於身, 是黨的總書記, 是政府的國家主席, 是解放軍的軍委主席, 還要修憲永續權力, 沒有限期啊, 今年六十多歲, 做多三十年, 都是九十多, 九十多沒什麼所謂啦, 馬哈提爾剛剛訪華也九十多, 是吧? 是中共當今第一個鬥爭高手, 在他眼中, 特朗普是什麼人呢? 銅臭傷人, 業餘政客, 他不是希拉里啊, 他是業餘的啊, 從來沒有政治背景的啊, 玩女人, 是吧? 吃漢堡包, 破過產, 口沒遮難, 望之不似人君, 從中興事件突然間出現開始, 習近平一直以為特朗普都是錢而已, 銅臭傷人, 都不是爭天下的材料, 是吧? 錢就行了, 錢, 可以搞定, 這個我們永遠犯了一個毛病, 各位朋友, 大家都可以檢討自己的, 我們經常用自己的家族觀去看別人, 有些人要威, 有些人實際, 眉陽志氣高, 眉發上來的一口氣而已, 死就跟你死過, 是吧? 為了一口氣, 名字都可以不要啊, 傾家蕩產, 無所謂的, 有些行味, 八字素下來的, 那些很實際, 最重要實際, 鄭月彤啊, 鄭家純啊, 李鵬啊, 那些味, 八字味的, 根本不跟你為一口氣,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價值觀, 去估計別人, 大陸人, 大陸人, 個個都為錢, 見錢眼開, 由上至下, 帶兩罐奶粉那些水貨, 賺這樣的, 所謂的, 形頭小利那些水貨客, 到上面爭天下那些人, 都是為錢而已, 你看看, 隨才厚, 郭柏雄, 很厲害啦, 是不是啊, 軍委副主席, 喂, 他探什麼呢? 他整個房子下面, 就是金銀珠寶人民幣, 所以人民幣, 印也不夠, 個個都放在自己的床下底, 床下底不夠, 放在泳池下面, 挖空它, 全部放在人民幣, 那你怎麼印得夠呢? 銀行那些, 根本不會放在銀行, 包括銀行又有紀錄, 是不是啊? 所以你看到, 其實, 在他們眼中, 特朗普商人一個地產商, 玩女人, 是不是啊? 那些這樣的人, 只是錢而已, 怎會搞不定啊? 所以貿易戰一開始, 其實, 習近平仍然是掉以輕心, 你罰我中國貨, 我罰你美國貨, 是不是啊? 你罰我鋼鐵, 我罰你大豆, 啊, 對著世界豪然, 我們一定以牙歪牙, 是不是啊? 嘩, 嘩, 那些大陸網民, 亮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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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雖遠必豬, 嘩, 來了, 戰狼出動, 厲害, 好, 到了美金說這樣, 不如加碼, 這樣就, 是吧? 那北京才發覺, 啊? 我說要牙還牙, 牙呢? 牙呢? 不夠牙, 不能還, 就好像我們玩show hand, 原來不夠籌碼, 人家曬你, 你曬什麼鬼都沒有, 只有這麼多, 嘩, 另一方面, 習近平私人的遊戲, 希望工程, 一路一帶, 進行得如火如荼, 當初過如意, 算盤很簡單, 我用陸路來運輸, 將伊朗石油變成中國石油, 工業強國, 世界工廠, 最缺的是什麼? 石油而已, 美國制裁伊朗, 伊朗又有都沒有, 不可以賣, 哈哈, very good, 真是, 英文叫too good to be true, 是吧? 美國制裁伊朗, 真的都沒有, 試過這麼漂亮了, 是吧? 你不讓伊朗賣石油, 伊朗又窮過鬼, 他要賣石油, 換取物資, 那麼, 中國說, 我幫你買了石油, 我給了物資, 用物資換買你的石油, 嘩, 我有的就是物資, 欠的就是石油, 你有的就是石油, 欠的就是物資, 互通有無, 這個就是trading, 貿易最初就是這個意思, 是吧? 市集開始就是我, 俄織布, 是吧? 李仲田, 我拿你的米, 我交一些布給你, 以物, 易物, 喂, 強國崛起, 是吧? 中國人世紀就靠這條路了, 所以一帶一路的目標, 講出來就好像很複雜, 實際又很簡單, 就是用鐵路, 將伊朗的石油, 運到大陸, 大陸就給物資, 運到伊朗, 我告訴你, 美國就制裁它了, 另一方面, 北京都認為, 美國要怎麼禁絕伊朗石油呢? 伊朗停產, 或者石油不出口去外國, 世界油價沒有了這麼主要的供應國, 一定會飆升了, 石油危機最高峰的時候, 去過150元美金一桶, 但是現在今年, 現在都說八月, 油價多少錢呢? 你上網查一查, 60元美金一桶, 都未見高升, 一路一帶的算盤打不響, 一路一帶, 要通過不無之地, 沙漠地區, 去到中東的伊朗, 成本這麼高, 油價不起的話, 這就變成了不發算的成本, 成本高, 效益低, 是不是? 北京算漏了, 本來美國是很需要全世界用油, 最多的國家就是美國, 它是耗油國的第一位, 現在它本身的油出產, 都用不完, 這個就叫做葉岩油, 正式投產, 這些都是錯股形勢的, 到上星期六, 八月十八日, 特朗普放下一個狠話, 誰夠膽再買伊朗石油, 即是與美為敵, 我招著全美國的經濟報復, 用我傾我穿過美利堅, 是不是? 作為經濟反世報復, 習近平, 似乎才是愚夢初成, 他想回整個故事的背景,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訪問中國, 這個最重要的國際關係的另一個經濟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時是要求習近平, 搞定難以控制的北韓, 即是北朝鮮金正恩, 因為他不斷地核試, 還要不斷地放這個導彈, 去到日本上空飛來飛去, 西方速手無策, 奧巴馬完全沒有辦法, 不斷地譴責, 譴責之後, 怎樣?再譴責, 再譴責之後怎樣? 我再譴責, 對著我肥仔沒有辦法, 習近平以為美國的確沒有辦法, 奧巴馬時期真的沒有辦法, 特朗普一上場就馬上要求他, 搞定金正恩, 是吧? 那當然是敷衍歧視了, 得得得得得得, 中國人的世界永遠都有拖冒險, 同一時間, 金正恩都要求習近平協助經濟改革, 那習近平當然, 是吧? 喘養家勞, 怎可以讓你起飛腳啊? 不過表面上都要, 得得得得得得, 有拖冒險, 是吧? 敷衍敷衍, 大家敷衍, 另一方面, 中興事件發生之後, 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國會一直堅持, 依法重情中興, 不要再給他心片, 是吧? 但是特朗普又竟然放生中興, 竟然跟這個美國國會對著過, 貿易戰初期, 一開始的數額五百億, 真是濕碎, 是吧? 25%關稅, 是五百億的大陸商品, 似乎, 動刀甚微, 跟這個袍丁大解牛一樣, 啊, 跟著, 看到你們現在, 中國和伊朗兩個打雙打, 是吧? 你又想拿他的石油, 他又想, 你在禁運的過程來講, 中國完全不採取美國禁運, 打通缺口, 幫你買石油, 送物資, 啊, 那整個禁運不是完全流的嗎? 整個事件, 只要你們駁回家, 那真的, too good to be true, 是吧? 貿易戰開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引迫深入,去到高潮了,一路一帶,又越來越不對勁 這個時候聯署說我要加息了,加息,美國一加息人民幣就跌了,不要說那些貪官污吏了 一般任何國家拿人民幣都覺得放了,先拿著美金,人民幣就浪淚行舟了 人民幣跌,那些大籃籌,那些所謂的古王騰訊都跌,班師回朝,錢要急著轉 香港人拿著國內資產的人,心都開始沉了,你身邊一定有這種人 你問問身邊的朋友,包括你自己可能 十幾年前,回到深圳吃一下野味,做一下腳板按摩,吃喝玩樂,打邊爐 是嗎?不小心成本朋友,在珠海、福田,買了一兩層 那時候幾十萬人仔的那些物業,以前東海花園幾十萬,一百萬都不用 給幾萬元首期而已,還要做這個香港港幣按揭,在香港供三五千元過月 是不是?拿著一層樓,他們當時每個人都這樣說,搏兩邊嘛 人民幣升值,樓價又升,人仔又升,哇,真是very good 是不是?十幾年過去,這十年發生什麼事?深圳樓價升了十倍 我剛才說的那些一百萬不用的那些,東海花園現在一千三萬、一千五萬 香蜜湖去到五、六千萬,啊,其實我都不認識的,真是假的 五、六千萬,深圳一層樓,我沒去過,我見一些學生跟我說 他有些,不知道他自己還是朋友,他說,香蜜湖現在那個時候,啊,不知道三、四百萬 還是四百萬,現在去五、六千萬的了,他說,五、六千萬,我聽錯,他說,是五、六千萬的 我說,屋嗎?別墅,他說,不是,是樓來的,是豪宅來的 五、六千萬,如果我一出生,已經一百萬年生,我根本六十幾歲都會賺六千多萬 一生人六十歲,我當我出生已經有人工賺了,已經打工一百萬年生,賺到現在 因為容易計算,一百萬,六十歲就六千萬,六十多歲就六千多萬,就買一層,港幣了,我想說 港幣就是買不到人民幣,買到人民幣就是要加一點,那就是去到,我六千多萬,就是買一層五千多萬的香蜜湖 大陸樓?跟你那群兒拉爛鬼住在一起? 一生人一生人其實沒有六十年打工的,李嘉誠就行了,李嘉誠說他自己工作超過六十年 不少的都有,他現在九十,九十歲,九十一歲,那你想一下,他十幾歲出來做事,那他真的做了,真的成世人的東西, 真的不止六十年,對了,大家當時都說貿易戰未爆發的時候,人人都說,樓價去到這麼高,真的建了十倍 他們每個人都說我騰樓,建了十倍樓價,但租率建不到十倍,千多萬的東海花園現在租六千元過月,租又不值錢,不如賣掉它吧, 賣掉它,但現在大陸大陸是會管制的,你怎麼下來香港呢?每人每天帶兩萬而已,我有個朋友買了一層樓,每人不退一休,沒所謂的,每人每天帶兩萬下來,兩公婆天天帶四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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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 他說沒所謂的,反正都沒什麼要做,就上去吃下東西,按下腳,按下摩,唱下粵曲,唱下歌,吃下當地的風味東西,也是一種娛樂啦,不過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帶四萬下來, 喂,你找地下錢莊啦,許氏兄弟你不認識嗎?整條吉比利街都是這些人的啦,驚風險嘛,你突然給他一千多萬嗎? 是不是?那拆十次吧,百多萬,刀帶嘛,人家又沒事的,去到你做的時候,走了,又沒有記錄,又沒有保障,又有什麼事又怎麼辦? 不怕,許氏兄弟是上市公司來的嘛,我們這些同學每個人都有很多意見的,說這些,是不是?大家都認識,大家都認識, 你的心都害怕,是善男信女來的,我說的不是那些軍頭隨才口來的, 真的自己上去玩打邊爐,不知為什麼買一層樓,不知為什麼又變成千多萬,運回來的嘛, 不過,銀行界的同學就會很精明跟你說,下了你也沒用,你存不進銀行的,你拿著千多萬現金,這麼捧進銀行裡,當你賊一樣, 喂,香港地,你知不知道現在只有一行的,就叫做洗黑錢,是不是? 聽他們每個人吃飯,喝茶,都是說這些,又曬命啦,又開心啦,又煩惱啦,是不是? 金錢一定是煩惱,我說紫薇斗掃說給你聽的啦,陸傳一粒星裡面,他不是一粒星來的嘛,陸前一公擒陽雕,陸後一公托羅虎, 利之所在,自然帶來煩惱,小人規制的啦, 好啦,現在人仔又下跌啦,股票又下跌啦,騰訊又下跌啦,貿易戰看來越看越不對路啦, 但是樓價仍然很堅挺,張堅挺也沒那麼堅挺啦,但是匯率跌了十幾%啦, 你看他升還是看他跌呢?似乎那一輩子就繼續跌下去, 似乎那一輩子就好像不是會完,是不是? 不斷地加緊,不斷地加碼喔,喂,又開始沉食難安啦,你說由他跌啦,我人民幣沒有跌啊, 1300萬變,1500萬,1500萬,斬眼胸又變2000萬的啦,這些東西,真是富貴逼人來啊, 用港幣計你就當虧了啦,是不是? 劉價仍然說那一輩子升,實際就匯率跌, 用港幣本位來看這件事就在跌啦, 論語述儀篇第七、第十五章, 他說只若飯疏食,飲水,曲轟而枕之,這樣, 大家都試過啦,這樣拿手放在這裡, 躺在公園草地裡面,看著天上的浮雲, 唱著青山的望白雲, 啊,個個當年做文青的時候都試過啦, 這個就是曲轟而枕之,樂易在其中而, 這樣就已經夠快樂啦,啊? 吃個爛鬼飯盒,喝一口清水, 枕著兩隻手在草地裡面, 睡上一覺,這樣就快樂啦,是啊, 因為不易如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一段論語, 因為當年李嘉誠早年發跡, 接受新聞界訪問的時候曾經引用過, 在香港這段論語幾乎無人不識, 人人都聽過, 不易如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孔子這一段書,這一段論語, 的意義是哪裏呢? 孔子認為人生的快樂, 不可以只是建築在外在物質上, 我都講過啦, 當你從屋邨, 彩虹邨, 爬到上山頂你都不開心, 人家又看海,我就看山, 好了,到李志堅都看海了, 哎呀,有用嗎?四樓, 是吧? 前面擋了的啦, 馬基先俠道看不到, 唯多你也說的啦, 看到再高一點, 還比中國銀行的劍一樣, 整把柴刀劈到你騎樓那裏, 那你又歪了, 到你住到山頂了, 三千多尺, 又歪了, 為什麼你的朋友全部都是號碼來的呢? 你要說明這個, 啊, 什麼第幾座, 二十六樓, B, 真是多沒人呢, 人家石澳到十七號, 哇, 非常好, 是吧? 比較不行的, 你見了外在物質, 你永遠都不開心, 以前我們這些窮鬼基層人士, 坐飛機, 只是坐這些經濟艙, 縮迷一二角, 是吧? 膝蓋頂著的下巴, 哎, 捧著那個餐, 那塊東西都蓋不下來, 屈住屈住這樣, 飛去多倫多, 整個血管都塞了, 大哥, 下機兩腳, 腳步浮浮, 是吧, 偶然間坐一些商務客位, 已經覺得, 不得了啦, 是吧? 坐商務客位, 闊落的看看, 闊落的看看, 真的不行, 叫一杯香檳喝, 好像是不同的香檳來的, 偶然你坐一次頭等, 你真的輕飄飄, 覺得自己, 是吧? 哇,竟然有魚煮醬的, 喝點酒, 真的不同味道, 這隻紅酒, 先看看, 哪裡來的, 看看年份, 看看產區, 是吧? 你真的, 已經不行, 到現在, 那些大陸大款, 你跟他們說, 坐什麼機? 頭等, 他只是笑你, 一群人在這裡等飛機, 他們坐私人飛機的, 哪有坐自己飛機的, 那些人不光整, 潔就烏, 從來都不坐這些公共飛機的, 他們坐私人飛機的, 是吧? 即是說, 愛在物質是永遠肉海難田的, 你不可以靠世俗的虛榮, 來建立快樂的, 你首先要建立一套自己的價值標準, 生命, 有你的目標, 朝著你的目標走, 你就快樂, 你要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才行的, 一旦有明確的目標, 孔之道說, 即使粗茶淡飯, 飯疏食, 即使喝白開水, 飲水, 即使只是彎起箱, 被當枕頭, 在哪裏睡先, 睡上一覺, 不用馬幾仙俠道的, 不用石澳道淺水彎赤柱的, 是吧? 人生已經很快樂了, 因為你的目標達到了, 你的生命追求, 求仁得仁, 何怨之有啊? 當時子貢問啊, 百兒肅齊, 什麼人啊? 孔子說人人, 古之人人也, 是吧? 古之賢人也, 古之賢人也, 怨輔? 他有君王也不做, 最後不食周朝叔, 餓死在守陽山, 他有沒有埋怨呢? 孔子很奇怪, 子貢這樣問, 怨什麼啊? 求仁得仁啊, 何怨之有? 子貢跟師弟說, 行了行了行了, 明白了, 我們老師不會在衛國的了, 是吧? 因為當時很多傳言, 說孔子難過美人關, 他到了衛國, 衛寧宮對他有尊重, 衛寧宮有個寵妃叫男子, 天下第一美人, 他很崇拜孔子, 經常召孔子進來問政, 當時大家都很擔心, 我們老師會不會留在衛國呢? 所以師兄的子貢出馬, 好, 我們問問他, 作為學生, 他不敢直接問老師, 老師呀,老師, 你是不是偷中男子呀? 老師呀,老師, 你會不會留在衛國呀? 他當然不是這樣問, 他問, 百兒肅齊什麼人呀? 孔子回答他, 古之言人咯, 然後子貢再問一句, 怨輔? 為什麼呀? 因為他下場, 餓死了在首陽山, 那他會不會怨呢? 你猜? 孔子很奇怪, 他說怎麼會怨呢? 求仁得仁咯, 他有更高的道德要求, 更高的價值理想咯, 是不是呀? 他們不肯做皇帝, 都都, 雙朝亡, 就死雙亡, 他不肯吃周朝叔, 所以才餓死在首陽山, 這個看上去好像很坎坷, 實質上求仁得仁, 何怨之有呢? 所以子貢歸納了這個, 所謂打瓦迷的隱喻, 就告訴學生, 老師不會留在衛國, 即使失意, 但是他知道老師求仁得仁, 他有更高的價值要求, 是不是呀? 所以頭那一節你說, 飯疏食飲水, 曲轟而枕之意, 而樂易在其中意, 這個是相對, 我經常說, 我們寫稿要用什麼? 第一個, 要素要令那份稿, dramatic, 是不是呀? 有戲劇效果, 而怎樣令到那份稿 dramatic呢? 第一個factor, 就是contrast, 對焦, 怎樣對焦? 剛才說是最基礎的維生方式, 飯疏食, 飲水曲轟而枕之, 枕頭都沒有呀, 用手臂搭在後腦裏面, 這樣曲著兩個手臂, 當枕頭用而枕之, 睡上一覺, 樂易在其中意, 咦, 這樣都已經沉疏到人生的價值, 這樣都已經快樂的了, 另一個contrast就說, 如果富且貴呢? 孔子提到, 不義於富且貴, 什麼叫義? 義氣的義, 什麼義? 義也, 義也, 是不是呀? 適宜的意思, 不適宜的富和貴, 即是不合理得來的富和貴, 就好像浮雲一樣, 浮雲是怎樣的? 天上的浮雲, 杜甫斯說, 天上浮雲如雪白, 思衰變幻為初久, 天上浮雲, 他突然間又變了一隻狗一樣, 是呀, 聚散不定, 他喜歡就聚, 你控制不了, 他喜歡就散, 你也控制不了, 不合理的富貴, 其實就好像浮雲一樣, 來的時候莫名其妙, 走的時候都莫名其妙, 看通這一點, 你就建立到自己的精神人格, 不會隨波逐流, 這段說話是這樣, 李嘉誠訪問的時候, 我剛剛的事業信到自己都不信, 我覺得他是真性情地說這句話出來, 他投資什麼都贏, 點石成金, 我經常這樣說, 李嘉誠比我們幾十年快, 不知道為什麼, 你追蹤一下他的投資, 你追蹤一下他的前, 不是前半生, 是大半生, 你追蹤一下長和系之前, 你說, 他不是一樣膠粒而已, 你別管, 你還未懂穿膠花的時候, 他已經做塑膠, 石油危機第一桶金, 炒膠粒而已, 他要知道石油危機, 才可以團貨居其, 是不是, 石油危機還未開始, 他已經在做塑膠, 你未穿膠花, 他已經做塑膠, 你未炒樓, 他已經團地了, 六七年他買地, 一九六七年, 遍地波爐, 是吧, 陽光拆動的那些, 在北角, 橋觀大廈, 知不知道, 做一個秘密基地, 有地下醫院, 當時炸死其中一行, 炸死清華街, 北境街上到盡頭, 青華街, 挖頭腦, 有對小姐弟在門口玩, 土製菠蘿, 炸到他們, 長開吐爛, 當時商業電台的廣播員, 林彬在電台大罵, 當時已經有聲音磚欄, 一段三分鐘左右, 他不斷罵左仔, 是吧, 沒有人性, 罵罵他上班, 就被那班暴徒, 扔汽油彈, 就連他表弟兩人, 就在車上燒死了, 當然, 背景又要牽涉到商台的老闆, 是何佐之, 何佐之就是何東的私生子, 一向都反共的了, 何東另一個兒子, 何世禮將軍, 即是工商日報那位創辦人, 是國民黨將軍, 他們一向都是支持政府, 即是殖民地政府施政, 是吧, 工商日報, 工商晚報, 一直都沿用著中華民國國號的連份, 都不用勢力的, 這個背景之下, 員工才夠膽這樣做, 現在, 現在你哪個老闆, 是什麼老闆, 是什麼員工, 員工傻的嗎, 你猜, 難道一個大公報, 商報文大身相貞那些, 員工會在自己的報館裡面, 寫反共文章, 傻了, 有的, 曾經出現那一次, 八九年六四的時候, 不當時支持這件事的, 社長李子仲, 和總編輯金瑤如, 社長和總編輯, 都被新華社, 當時的新華社隔走了, 這個大家找回資料都看到, 對了, 其實, 孔子這段論語, 想告訴大家, 其實, 你單是靠物質生活, 來想尋找富貴, 找不到的, 而那些, 來得急, 走得又急, 運氣, 你懂紫微斗數, 你懂八字, 你就會明白這個道理的了, 但是紫微斗數和八字, 一個軟觀, 一個是近體, 一個是見樹不見林, 一個是看整個遠景, 但是最後, 歸縮, 找到逆經, 那個揚盡陰生, 陰盡揚來的道理, 你明白這個道理, 就明白這句說話, 不易如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來的時候, 信到你不信, 第翼的時候, 就艱難到你不信, 其實就是這樣, 今天香港百業艱難, 只有樓價在那裡升, 高處未算高, 錯錯六千元呎, 一萬元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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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萬元呎, 我當笑話說, 不然現在發覺, 連五萬元呎都有, 其實, 只剩下樓價, 一支獨秀, 和洗黑錢蓬佩, 有一位做零售的, 啊, 學生, 有一次上課說, 他說你不要小看, 零售, 表面上有帳面, 很難做香港, 因為租金貴, 是吧, 做零售而賺到錢的, 他說根本, 幾乎沒有, 他夠膽這樣說, 他說, 每日, 但你不要小看, 他收的是現金零售, 每日進漲, 一萬元好了, 他說, 三個月就過億了, 那麼, 這個 cash flow, 這個現金留在手上, 用億做單位的話, 就很好用的了, 香港, 其實什麼行業, 都是洗黑錢, 由於國內外匯管制, 但是國內, 無論什麼人, 我無論貪官污吏, 或者我說剛才那些, 賣層樓由二十八十萬買的, 現在發覺一千五萬那些, 喂, 幾急地想將人民幣變成港幣, 再由港幣買回磚頭, 再由磚頭怎樣去換去到外國, 喂, 無論是徐才厚, 郭伯紅那些這樣的大山頭, 零計劃的那些大山頭, 到那些香港人上去不小心賣了三五層樓那些, 突然間拿著一兩億的資產, 賣了它, 拿著人民幣, 帶兩萬下來, 死啦, 你將你的資產除了兩萬一日, 你知道多少天嗎? 是吧? 大家都急於將這些人民幣, 變成港幣, 運來香港, 所以香港做生意, 表面上說做零售, 做保險, 做投資, 做物流, 喂, 全部都是花錢, 桌面虧, 桌底賺, 有空去上環, 吉比利街兩邊都是, 找換店, 喂, 你以為真的等那群大陸旅遊者, 搶三千元人民幣來香港吃, 狗技牛腩那些嗎? 那些怎樣交租啊, 怎樣印在那裡啊, 是不是? 這樣的富貴, 一定是聚散無定, 一聽一下就知道了, 你又不要自己計算自己, 當年供三千元, 五千元港幣一個月, 突然換了千零元人民幣回來, 嘩, 哪有這樣, 還有好心機打工呢? 你再問一下自己, 打保的時候, 看看自己那個, 每月二十八日出糧多少錢個月, 你一生人打工, 所賺的錢, 都不及得隨便, 在福田, 鄉物湖, 還是什麼鬼珠海, 買兩層爛鬼大陸樓, 你的人生還哪有意義呢? 但這些不易如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他不是說你一定不好, 他只是說來得急, 什麼時候走過都不知道, 李嘉誠有這個感慨, 孔子, 二千五百年前也有這個感慨, 貿易戰怎麼收科呢? 北戴河會議, 習近平一人獨鬥元老會, 厲害, 是不是? 有些像當年僑豐獨廠醉現狀一樣, 他這次一役, 他知道這場貿易戰打錯了, 他輕視了美帝, 明示了特朗普這個步伐, 這個面目真靈, 望之不似人軍的騎乃怪, 但背後的實力深不可測, 查黨的實力深不可測, 沒有辦法明白, 現在, 現在, 派了一名商務部副部長去美國, 唉, 搞到這樣, 商務部副部長, 有鬼用嗎? 是不是? 這個級別這麼低, 當年你找劉鶴過去的, 是代表你本人習近平, 我都說, 當時幾個星期前, 我都說這個是現代李鴻章來的, 去求和的, 是全權負責, 這個習性子的, 都尚且搞到一鍋足, 一個副部長去美國, 搞一下安排工作, 是不是? 掃一下地啊, 訂一下地點啊, 訂回資訊給北京啊, 都是這樣啦, 是不是? 就是一個民員, 簡單的說, 採購部民員, 去到打點一切, 讓老闆親自來, 習近平本人不出馬, 不是經過習近平, 肯定特朗普私下會面, 講好條件, 怎麼會完, 怎麼會完戰, 怎麼會妥善了結這件事呢? 問但是, 特朗普究竟要些什麼? 是否要給得起? 習近平又給不給得起? 如果這個時候, 習近平專程赴美請罪, 喂, 強國面子就無存了, 全面投降, 跟第二次大戰一樣, 無條件投降, 日本天王, 是不是? 習近平在北京做下的血海深仇, 政治對手無數, 這個時候就有機會發爛了, 還有那14億人民的脆弱感情, 很容易傷害他們的, 是不是? 說什麼都說是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最好的自然時機, 當年是年底時候, G20的高峰會, 這個峰會阿根廷, 以諾斯、艾利斯舉行, 特朗普和習近平, 都是會員, 中國和美國, 都會出席, 國際會議, 兩人碰頭, 在正式會議外面, 加插一場私人兩人會議, 是不是? 又自然, 又順理成章, 又不是故意去附京請罪, 又不是特別地, 觸動世界神經地全面投降, 自己閉門地, 是吧? 談好一條數, 才怎樣公佈一個大家都下台的協議, 順理成章, 體面有餘地, 是不是? 加上一場兩人峰會是最好的, 問題是, 這個G20峰會, 就在11月30日, 才在阿根廷舉行, 發展到今天的貿易戰, 大陸的經濟底子, 人民幣的實力, 是不是? 那個大泡沫, 房地產的大泡沫, 中國現在沒有農民, 沒有工人的了, 十四億人做什麼? 十四億人炒樓, 政府做炒, 是不是? 地方政府又炒, 它有地嘛, 有炒的樓價高, 有地的政府, 是不是有錢政府? 有錢政府, 是不是上繳中央? 中央有一個很大的GDP, 是不是? 可以從這個, 所謂大白象基建, 一帶就靠這條數出來, 這條數是不是建築在樓價有市, 地方有地, 市場就好像在動, 大家有錢買樓, 因為樓換樓, 大家是這樣做出來的嘛, 這樣的經濟模式, 知不支持到去到十一月三十號呢? 還有三個多月, 這個就真的要拭目以待了, 好, 我們休息時間, 接著我們開始講今天的論語了, 吧! 我們繼續講《論語》的《鄉黨篇》第十 就是Chapter 10 第十篇《鄉黨篇》 這篇是最特殊的 《論語》二十篇裡面唯一的一篇 是完全沒有他的講話 沒有孔子主觀的講話 純粹是描述孔子 在鄉下時期的生活 上班、工作、上朝、吃東西、睡覺、穿衣、坐車、交友 所有的生活細節很哆哆哆哆哆得來 但是你可以看到孔子的血肉 剛才所說的孔子那些說話很多 在《論語》中 基本成本《論語》都是講那些 但是你說好像沒有了血肉 飯疏吃飲水 曲轟而枕之 樂役在其中矣 不易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哇!很高遠 是不是? 理想很飄逸 價值定得很高 一個很優美的一張 但是好像很不實在 不像一個人 孔子是一個人 都會生活 擦牙 洗臉 吃飯 大小便 睡覺 穿衣 穿了一件什麼衣 夏天什麼衣 冬天什麼衣 上課我們說了 什麼衣配什麼球 什麼顏色 配什麼衣 他覺得很詳細 很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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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看很囉嗦 實際很有質感 好像《紅樓夢》 你第一次看的時候 每次頂不順 每一回的時候 他講一下 假寶玉起來 擦牙 洗臉 穿衣 裡面的底衣 外面的衣 戴什麼帽 穿什麼 觀 跟著披見什麼 每個人出場都講一大堆 千幾二千次 就是講這些 哇!看著你整個人 直接頭暈老丈 但是年紀大了 看多幾次 你發覺這個就是味道 這個就是生活 你生活回家是怎樣的呢? 脫鞋 在哪裡脫? 門口脫還是入梳化脫? 對鞋子放在哪裡? 跟著第一步又怎樣? 洗手還是怎樣? 有些人進屋裡面 就馬上進廚房 這是主婦的習慣 有些不是的 有些人在門口要脫鞋 因為他的鞋不准進室內的 因為經過的街道很髒 是不是? 有些人進去 馬上就去洗手間 不知什麼 風水師教他 馬上衝一下廁所 把五黃胃臭氣衝出去 有些人進房 放下銀包鎖匙 對 全部很細緻 哩哩嗦嗦 有些人什麼都不做 一回到家 帶去雪櫃拿罐啤酒 攤了 好像屍體一樣 攤了在沙發裡面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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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喝了罐啤酒 有些人回來 先來馬上熟一隻貓 一隻狗 抱著他 咳兩嘴 是吧 貓狗又嚇醋 你抱這隻 不可以不抱那隻 抱那隻 不可以不抱那隻 抱那隻 先抱那隻 後 他又會互相有條件在這裡 你有個習慣 不可以改亂這個習慣 是吧 每個人都不同 但是生活 紅龍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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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那個角色,那個身份,那個處境,就會這樣做,有沒有好,有沒有壞,有情,有欲,少年人一班,對愛情,對身體,對男女,都會無限的好奇,有自憐,有自卑,有放縱,有弄權,是不是? 你見到賈寶玉宋,秦可卿,送殯的時候,都去到個,啊,那個廟裡收拾的,可以,大哥,不要搞,那邊又發覺,又受黑錢,是不是? 那邊又來拿錢,有個太監,誰叫你一個女兒在我們皇宮裏面,啊,做妃子,啊,你不用通一下那些,啊,那些老太監,老公人,哇,你叫你有排售, 啊,皇妃都要買,怕你們的太監,這個就是複雜,宮廷複雜就是這樣,老太監又不會自己走來,拿錢,小太監來拿,小太監來拿,他又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又說什麼王公公,是不是? 在東城看到剛剛一個,啊,大宅,欠著一些現金,哇,想來這裡,問你們拿著多少錢,哇,這樣,老鳳到這樣, 是不是?王熙鳳指都說自己的老公頂不住的,這些人,要自己出馬,假年那就可以啊,是不是? 二世祖,適合適量的事,這些全部都是血肉人生,誰對誰不對,全部都是壞人,你細心點看,全部都是好人的, 你做他的角色就要做這件事,這個就是血肉人生,那鄉黨編奇人就說一個血肉,有日在生命的孔子,他都會穿衣, 喂,孔子要穿衣,孔子要穿衣的,孔子也要吃飯的,孔子也要吃飯的,孔子也要大小便,你沒有大小便嗎? 聖人也沒有理由大小便,聖人也要大小便,是的,美人白骨,這個就是所謂修行佛教講的白骨觀,西游記講的所有美人都來自白骨徵變, 道理都在這裏一樣,其實美人即是白骨,紅粉等於俘虜,你了解到這件事就是上次近卦所講的,行其停,不見其人,個個都一樣, 你眼裡見到的只是眾生,暈暈虎老的眾生,沒有男女老少,沒有關寡孤獨,沒有廢侄健全,全部人都一樣,不見其人,眾生平等, 第一步做到無我相,接著進一步見到無人相,無我相,無人相,沒有你我,人我之分,沒有時間空間,沒有眾生相,沒有壽者相,得見如來,其實就是這樣, 好,我們講回論語鄉黨篇第十,我們講到第七章,第七章,這裡說, 齋必有名義,補,齋必變食,居,必簽著, 這張技術,孔子呢,制製的禮儀和規矩,春秋時候,制製是一件,幾乎是,經常有需要的事,有需要的行為, 因為無論國軍,到家族,到宗族的代表,每語大事,人生很多大事的,就好像我之前說的第五十一個, 像震為淚一樣,一聲行淚,什麼叫大事,嚇你一跳就是大事,病是大事,不測之和,橫禍是大事,意外是大事,發生在你身上是大事, 你父母是大事,兄弟姊妹是大事,配偶是大事,子女是大事,喂,每個人都要順利,原來是很艱難的, 要你健康,你配偶健康,你父母,你配偶,父母健康,你兄弟姊妹健康,你配偶兄弟姊妹健康, 還要大家的兒女都健康,只是健康就不夠的,每隻牛都夠健康,還要順遂,什麼叫順遂呢?工作要順遂,財政要順遂,官非要順遂,學業要順遂, 所以人生有很多打擊,真為淚就說,他從雷而知,亨通的,他令你有所警覺,不過真, 鎮來鎮鎮鎮,是不是?鎮來鎮鎮鎮,你好像鎮鎮鎮一樣,好像一隻鹽蛇一樣,噗一聲,你要分輕重,要分輕重,分輕重是什麼意思? 適當的時候,你要斷臂求生,而不是斷尾求生,你要斷臂求生,壯士斷臂,你要懂得取捨,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了, 就是你的取捨和價值觀,所以我說,很有趣的,我初出來報館做事,無意中,接觸到紫微斗數, 紫微斗數令我覺得很原妙,很細緻,但是見樹不見林,你不會滿足紫微斗數, 你開始尋找紫平八字的道理,八字是見到整個人生的喜樂,春夏秋冬,一生的陰盡陽生,陽盡陰來的道理, 但是你明白了這兩套術數,再加上一個軟鏡,wide angle,加一個close up tele鏡之後, 但是背後那個,周而復始的道理,你不會滿足的,最後你會尋找逆經的歸宿, 逆經才告訴你,那種周而復始,人生沒有所謂的記制,因為記制之後,自然就是未製, 你完成一個階段,就是未完成一個新階段,你完成了學業,就是未開始工作, 你完成了工作,就退休了,大佬,六十歲還做什麼,我咬長量了, 那你就開始了你的退休生涯,是不是? 你明白這個宇宙規律之後,陰陽的四象道理之後, 你又發覺,怎樣判斷吉凶,最後都回到價值觀上, 所以再尋找一步的時候,你又去了論語裡面,怎樣拿回你的著力點? 人生不外乎經歷的,如果用八字來講,你過一百年,十柱的大運, 都是甲月秉丁,某幾更新任貴的,二十年木,二十年火,二十年土,二十年金,二十年水, 一陰一陽,一陰一陽,互相間咖啓著,有好運,有壞運,有好運,有壞運, 所以孔子說,不宜富且貴,於我如浮運,他沒有叫你拒絕, 不宜就是,只不過來得宜,他又去得宜的意思, 所以紫薇斗數講火貪格,火貪格有暴發之障,不過也有暴敗之障, 這就是,永遠是吉空護耳的道理,說回這個,鄉黨篇,第七章, 春秋時候,每遇到大事,就一定要祭祀,祭祀什麼?祭祀給祖先,祭祀給天神, 這個祭祀的過程也一定是規矩,那個規矩也叫洗潔身心, 表示你的敬意和誠意,我們所講的齋戒慕辱,齋戒慕辱講的是內心, 但是要形之於外在,我們用外在來反映一個,我們的內心, 祭必有明依,即是說,你一定要浴衣,明依即是浴衣, 浴衣用什麼做的?報,用報做的,用來乾淨你的身體, 這個是很具體的行動,就是說,你首先洗乾淨自己身體, 當然,洗乾淨自己身體的含義是叫你洗清自己思想的雜念, 所以,這個雜念裡面,它包括了齋必變食,飲食要改變了, 改變了什麼?不再喝酒不吃分的了,因為我們說過吃齋, 你要吃齋了,吃回素食了,讓你自己清了先, 接著怎樣?居必遷坐,什麼叫居必遷坐呢? 即是說睡覺的時候,你要改變了,不是用傳統的睡覺地方, 即是不要跟妻、妾同房,如果你是皇帝,你就不入內功了, 因為你要問一件事,你永遠要集中那件事, 集中那件事,首先要清洗你自己的心,這個叫心齋了, 所以大阪有一個叫心齋橋,我們講齋是講心, 心叫齋的時候,你吃都要齋,用生理影響心理, 我們靜坐是不定都一樣,我們要停,停止,止是止慾, 止慾是什麼?指著我們本身裡面生命的慾念,這個時候作為修行的第一步先, 你用生理的靜止,來改變心理裡面的靜止,這樣就是說, 你要搞清楚了,就是說你要齋,其實那個目的是心齋, 所以他齋,心要齋,但是那個手段是怎樣呢? 先洗澡,必有名醫,你一定要育醫,要用布做木醫, 講得很仔細,必有名醫,布,接著齋,必變食,居,必簽坐, 這個話題,制製的時候有制製的規矩, 然後到第八章,第八章是講飲食的規矩, 凡事都有規矩,其實你看到整個鄉黨篇,孔子講過那些, 無論是吃飯,出席,去宴會,坐,都是講規矩, 凡事都有規矩就是鄉黨篇的精神,這一張記的日常飲食的規矩, 重點在哪?重點在合乎衛生,重點在知所節制, 論語,經常提到孔子,不以惡衣惡食為此, 炭壽食,喝水,都可以,還是要開心的, 但是,惡衣惡食,並不是表示飲食無禮可依, 無規矩要守, 他說食不厭精,沛不厭世, 什麼叫食呢? 食是指米飯,米飯精, 即是甚麼意思? 我不會因為我吃的米飯很精,很美,我就多吃兩碗 賄不厭小,賄是什麼意思? 那些牛、羊、魚肉切得很細,好像魚生切到一片 我不會因為那些肉精緻和牛、雞鋪魚切片、又不知多少號和牛 我不會因為那些肉食很美、很精緻,我就多吃了 這個想告訴香港現在的人,你去吃自助餐,不是因為反正給了那麼多錢 一桌子就捧了幾隻蟹,兩隻龍蝦開邊,然後掃了一大堆蝦 還有一些阿拉斯加蟹腳,不是因為它精緻我就多吃了 不會因為它精緻我就多吃了,食不厭精,賄不厭細 接著,食衣而餵,魚女而欲敗,不食,食惡不食,惡臭不食,失忍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都不食 哇,很麻煩,孔子很多規矩,食物的規矩,你不要嫌它煩 我們的人,我們的人,維持生命靠食物,我們一定有一個標準 總結的標準,一,要衛生,二,要節制,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你將它放進日常生活裏面,那就有很多細緻的東西 就像我所說,紅樓夢每一章說誰出來,出場,說假報憶,睡醒覺 連洗臉擦牙都說,用什麼盤都說,因為生活,生活就是這麼細緻的 我回家就脫鞋,脫鞋之後就進去廁所,然後就洗澡,出來喝碗湯 這樣啊?你都沒有說細節的,你哪裏脫鞋呢?入屋還是出外呢? 你說煲湯?回來喝湯,誰煲啊?你回來煲湯才去洗澡還是洗澡才去煲湯? 是不是?那你換衣服又怎樣的?有些人很珍貴,衣服不可以碰上床 因為在外面有灰塵,在一間changing room 換衣服,是不是? 換完衣服,煎的時候就進浴室,你的衣服不可以放在床上 床蓋上,這些就是每個人的要求不同的,生活的細節不同的 大家不同,他說,孔子說什麼呢?那大堆都是不吃的 什麼不吃,什麼不吃,什麼不吃,什麼不吃 他說,糧食煤爛發臭,我不吃的 魚肉和雞肉,牛肉,豬肉發臭,腐爛,我不吃的 食物顏色變了,我也不吃的 味道變壞了,我不吃的 烹調不恰當,我不吃的 不是timing對,我不吃的 不是當做,我也不吃的 切割不合法,我不吃的 調味品不合適,我合適的醬料,我也不吃的 是啊,孔子說這麼多 然後,簡單地說 就是不合衛生的,我不吃的 但是他想說得很細緻 因為不合衛生有很多種的 天氣潮濕變壞了,不合衛生 是不是? 當時沒有冰箱 魚肉和牛肉豬肉很容易發腐爛 不吃的 食物的顏色不是很對路 有時候,水果都不對路 有沒有發覺 買幾個橙回去都可以不同顏色 發覺好像不是這樣 蘋果不用說 是不是? 變成顏色就不吃了 味道有點怪怪的 是不是? 尤其是買豆腐 豆漿那些 放進冰箱 上週買下週都好像怪鬼的 怪鬼的就不好吃了 是不是? 浪費一個 浪費一瓶豆漿,我浪費一個人 不是當做我不吃的 很多都是這樣 不時不吃 是不是? 切割不合法度的 不吃的 有切刀法的 調味品 有調味品的 不是隨便無所謂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野人 跟著孔子說 肉衰多 不使性食器 為酒無量 不及亂 他說 又說自助山 他說 直上面 食物雖然多 但是不要吃得過量 不過有樣東西 就不需要限制得那麼多 就是酒了 因為酒量不同 不過他有個底線 底線就是不要喝到醉 是不是? 孤酒是否不吃 外面買回來的酒 買回來的肉乾就不好吃了 為什麼? 衛生考慮 以前 市集買東西不是那麼方便的 一般人是自己 做飯自己釀酒的 你在外面買回來的 不知道是否合乎衛生和安全 盡量就不要考慮了 不切薑食 但是不多吃 有條件 什麼叫薑食呢? 以前古人吃完飯 有些薑茶和薑湯給你 為什麼要驅風 暖胃 其實等於現在的咖啡或茶 即是說 以前古人的條件不同 他吃完東西之後 吃薑茶和薑湯可以虛寒除濕 現在的飯後喝一杯咖啡 完全合理 不過他多加一句 不多吃 不要太多 喝一杯兩杯就好了 有些人喝咖啡要喝水 拿著一壺、兩壺、三壺 一天喝多少? 喝二十壺 這樣就不太好 咖啡是利料 至於是咖啡因 他意思是不要過量 折制的意思 接著再說 制於公 不肅肉 制肉 就不出三日 出三日 就不食之意 咖啡 在公家 就是在祠堂 或者是 政府 部門的時候 坐制的時候 你要分到一些制肉 公家的制肉 一分回來 當日吃了它 不要過夜 因為那些使用公家的東西 他已經擺了多久你都不知道 還買手的 買多久你都不知道 自己燒 燒了之後 是不是? 時間怎麼長你不知道 所以 當日要吃 過夜就不要搞了 喂 加制又怎樣啊? 制肉不出三日 喂 自己燒的 自己買回來 我清楚了 衛生沒問題 都不要超過三日 因為以前沒有雪櫃的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保存的 你放在那裡 三日就會變壞 出三日呢? 不食之意 過了三日就不要了 扔掉它 食不語 寢不言 這個更加經常聽 老人家最喜歡說 因為我們 永遠都犯了 吃飯的時候不要交談 睡覺的時候不要說話 是尊重 對食物的尊重 古人對食物很尊重 難的 一谷一飯 當之來處不易 是吧 誰知盆中酸 粒粒皆辛苦 每粒飯都是辛苦 你吃的時候要專心 雖疏食 菜羹必製 必齋魚也 即使是粗茶 淡飯 菜湯 吃前後都要祭一祭 好像現在的教徒 吃飯前 祈一祈禱 你說 喂 好粗東西 白粥 吃粒 白菜 切個鹹蛋 都要祭一祭 祭的時候 還要恭恭敬敬 這個是從旁參考 因為始終是 二千五百年前的人 時代不同了 不過 他也沒有孔子堅持 你要做這些事情 他只是 學生妙術孔子 是這樣做的 這樣而已 就給你換味而已 還有 給你立體化孔子的人 這些人都是血肉人生來的 是不是 一方面 他說你不要追求美食 是不是 惡衣惡食 沒有所謂 他這麼喜歡 顏迴 顏迴幾奇 一個飯盒 喝一口水 營養不良 32歲就死了 是不是 但是問題 不是表示這樣 沒有規矩可守的 你窮 你吃的東西簡單 但你也有規矩 有衛生 有節制 好了 第九章 直不正不助 五粒字 這樣說下去 就好像很簡單 你的席位 就是擺位 擺位不借 我不坐 字面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要明白 二千五百年前 沒有桌 沒有椅子 沒有椅子 宋朝才有 我們一見這些桌 出現 宋朝才有 直不正不助 即是說 古人直地而助 你不擺對 所謂正的意思 即是 恰如其焚的位置 被視為失禮 失禮就不靜遠不坐 古人坐直 有所謂的規矩 天子有五重坐直 諸侯三重 大夫有兩重 即使普通人都一重 他有坐向分 南北向 就西為上座 東西向 以南為上座 那是直之正 正的意思 直不正 即是你都不合數 誰請客 其實西方都有的 現在大陸最流行的 所謂的發達 暴發戶的流行方法 就是請一些西方禮儀專家 教他的子女 究竟怎樣坐法 餐桌禮儀 刀叉怎麼擺 甚麼杯用甚麼酒 是吧 Burgu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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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檳 香檳 紅酒 紅酒 白酒 甜品 甜品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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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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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面說 只是杯 都起碼 對到一碗 他覺得這樣 變成高上人 高等人 但他不明白 最高等人 在內心 在學問裏面 學問裏面 令到你整個人高等了 學問不好 你坐在半島 在Gatties都是低級人 他永遠都京京京京京 這個呢 常常要講的為禮 禮是什麼呢 其實好像 剛剛所講的 葛不正不食 喂 你的葛法不是這樣割的 你是拿著火嘴咬的 是吧 葛法不同 凡事都有個禮制 因為坐席擺設 哪一個是男主人 哪一個是女主人 男女一起出席 究竟女人應該坐在男人 左邊右邊,這些西方就是一大堆禮儀的 再古老一點的禮儀,很多這些書以前在英國 是吧?女士啊,吃完晚飯,還沒上甜品前 就不能說去Walsh Blum的,這些這樣的 當然你說遵守到什麼程度呢? 那麼英國和中國一樣,都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那麼你說,究竟去到最古老的時候應該又怎樣? 在皇室時期又怎樣?出席的是什麼宴會? 所謂的dress code,現在都沒什麼,怎樣流行的了 以前就是dress code,還有什麼場合又什麼的衣著,標準去到哪裡? 但是問題,這些都是禮,要求到多嚴格 現在只是說,直不正不助,如果他的直 剛才所說的男主人,女主人,男人座,女人座 女人應該坐在男人的左邊還是右邊 誰的同一角,一拼,是吧?你喜歡坐在旁邊還是對面 現在都很多,真正有禮儀也有這一套學問在這裡 那麼現在孔子商用解釋給你聽 他沒有說細緻,只是說,直不正我就不錯了 即是要擺不對的就不錯了 好了,到第十章了 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技術孔子 在鄉下,出席他們聚會的時候的禮儀 鄉事聚會只有兩種 一種叫做飲酒 鄉飲酒禮 通常是三年一次 推薦賢財在寬送會上面 或者即是鄉村地方 比如地方人士 推薦他們鄉裡面的所謂猛人 或者聰明的人的賢財 給政府用的時候 推薦會寬送會 或者在地方上面舉辦 招呼飲言者 也就是所謂英雄雲集 聰明的人 品格高的人 好的人 君子 教習鄉社的時候 那些所謂的畢業禮 或者立祭的時候 那些叫做香飲酒禮 一種 第二種叫做羅祭 什麼叫羅祭呢? 地方上面認鬼 驅神 你知道中國在古時候 對於鬼神也有一個敬畏在這裡 現在我們七月初 七月十四 那些鬼門關大開 七月的人說叫你 後面有人叫你 你不要回頭 他有一些儀式 要舉辦 舉辦這個儀式 恐知會怎樣呢? 他說 這類這樣的鄉事會議 凡60歲以上的老人 即我60歲以上 就可以用拐獎出席酒會 暫時還未需要用拐獎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還可以的 可以出席這些鄉下宴會 他提到 當有長者出席這些宴會的時候 我們要敬禮他 所以怎樣? 鄉人喝酒 這些宴會的時候 從長者出 他先走 他要出去 私意出意 你才可以跟著出的 鄉人羅 如果在那些 形神驅鬼 這些這樣的儀式的時候 朝伏而立 於造街 即是甚麼呢? 你要對老人家 要敬他 你自居為己 主人 站在這個造街上 當那些老人家 即60歲以上 即現在等於 我們所謂的senior citizen 是吧? 坐巴士 你奪一奪 兩元最大 可以坐到哪裏都是兩元 我還沒得 遲下 還有幾年就可以了 奪一奪 即是你有一個 對老人有敬意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的 老人不是沒有用的 不要那麼功利到 好像 施永青說 如果你對社會沒有貢獻 你根本就沒有居自權 這句話挺好笑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 覺得好不好笑 我聽到覺得很好笑的 對社會沒有貢獻 沒有居自權 對社會沒有貢獻 喂 什麼叫貢獻 是不是 男女老少 老有所依 啊 龜 有個好的龜叔 精神肉體 都有龜叔 不是把他 沒有貢獻 麻煩你不要住 大哥 有弱勢社群 關寡孤獨 這是個過程來的 是吧 一棵植物 你說不開花 不結果 劈懶它 它有過程的 痰花一年 開了幾個鐘 痰花一宴 不開花的時候 扔它 開花就留下來 那你一天 換幾批痰花 是吧 有時間的 路有所中 狀有所中 狀年 你要給予他 機會 社會有機會 給狀年的人 可以發揮他的才華 但老了 你有所中 精神肉體 都要有個合理的對待 是不是 笑有所長 小朋友 有個合理的環境 成長 包括教育 包括學習 不喜歡傳統教育 他有手藝 工藝, 工專那類的 學得一藝旁身 還有一些不是老, 不是笑, 不是壯 那些什麼人, 關寡孤獨肺疾者 如果施詠星獨禮運大同編他 就把這段刪除了 因為關寡孤獨肺, 肺就是殘肺 疾就是疾有病, 全部沒有貢獻, 沒有居住權 甚至連醫院權也沒有 那不是不病也不進醫院, 但你肺疾, 說明你肺疾 還有浪費醫療, 這樣供你? 這不是, 想告訴你, 在鄉市聚會, 你要重視老人家 你要當自己是主人, 你站在一旁, 他先走了 你才走, 其實就是這樣, 整個精神就是很老 第十一章, 問人於他邦, 再拜而送之 康子愧若, 拜而受之, 若憂未達不敢上 這張是技術孔子和人交往的誠意 怎麼代表誠意呢? 你託人, 問人於他鄉 你託人去外地, 問後朋友, 或者帶些手信, 是吧? 拿些元朗老婆餅去荷蘭給表叔 他說, 再拜而送之, 再拜就是拜兩次 為什麼拜兩次呢? 他說要表示特別在意 一, 你拜的是什麼? 你所託之人, 你託人去拿東西啊, 大佬 是吧? 拿著你兩盒的元朗恆鄉老婆餅 哎, 又上飛機, 又hand carry 都不知道是否可以的, 食物過境其實 哎, 我都很怕這些, 是吧? 又帶一本書給你的不表姐 因為他說在英國買不到這個, 哎, 玫瑰的故事 哎, 搞什麼? 是吧? 那你首先, 你要拜, 就是你要多謝, 你託這個戴野的人先 就算一句口信, 你都要拜, 託人來幫你 這個你又要拜, 拜就是什麼? Say thank you啦, 是吧? 你首先, 你要拜, 就是你託他戴野那個人 第二, 再拜的, 是拜什麼? 拜你問候的人, 是吧? 我拿了一些黑鬼油給他, 我怕他在佛羅里達州買不到純正黑鬼油 還有一支綠色的白樹油, 是吧? 還有一些什麼, 什麼鐵打追風油, 哎, 一額汗 其實聽見這些都一額汗 但是, 你首先, 要尊重幫你戴野的人 第二, 你也要問候那位目的人物, 二叔公啊, 三叔婆啊, 四兒八啊, 五姑姐呢, 是吧? 那些你要拜兩次 問人於他鄉, 你託人家遠行戴野 你首先, 你真的要麻煩人 其實真的, 我再三私下說的, 你真是萬不得已千萬不要這樣做 受理所託的人很壓力, 但又辛苦, 而且沒什麼必要, 現在物流這麼容易 有些人的心事就說, 戴個毛巾給他, 不知道什麼, 什麼頸巾啊, 因為自己織的啊, 是吧? 有些人是完全不通人氣的啊, 又說那個BB 買不到那些, 不知道什麼, 尿片啊, 報尿片啊, 在外國才能買到的啊 托他拿回來, 因為BB 用香港的那些尿片, 那個大腿會, 什麼, 敏感啊, 生紅的那些, 紅疹啊 那就大以為戴了一包啊, 他竟然拿一個皮夾來給你啊, 一個皮夾的尿布啊, 我可以去託人啊, 省回courier 這些就不通人氣啦, 第一天做人啦, 不過很多人第一天做人的 好了, 第二章, 不是第二章, 就是下半個月就說, 康子潰躍, 康子是說誰呢? 他是當時老國的大夫, 桂康子, 桂家的三兄弟其中一個呢, 康子, 潰躍, 就是, 潰陣啦, 送藥給孔子 他送藥給孔子, 拜而受之, 先當道謝, 一個拜就行了, 不拜兩次, 為什麼呢? 接受人禮物就拜一次就夠了, 你託人帶野要拜兩次, 兩個對象, 一個人託人, 要拜兩次呢? 一個是對象的目標人物 但是收禮物又怎樣? 那你都要拜的,要多謝 多謝誰?多謝一個人而已 你收禮物還不是多謝一個人 所以拜而受之藥,休未達,不敢想 你送藥物給別人 當你覺得我不知道藥性,你不想用 你不用的時候,你都要交代 不是人家有期望著的 如果我給了一些靜骨追風走給他 不知道他的效果怎樣? 他又說背脊痛,一會兒又說骨痛 又說起床,起不到床 又說走路越來越,說道角,張徹 在這樣的情況下送給你之後 他希望有些反應 但你說不是,我都未知藥性,我不敢用 不用就沒問題,但你要告訴別人 免得他懸念,掛念 這就是所謂負責任 其實說來說去做一個人 孔子成的鄉黨篇 講關你做一個血肉的人生 吃東西啦 東西多的時候又怎樣? 東西少又怎樣?過期又怎樣? 不對又怎樣?明明不想吃,你說不吃又怎樣? 坐位又怎樣坐? 對了,哩哩嗦嗦,哩哩嗦嗦 但是很實在,生活就是這樣哩哩嗦嗦的了 又要起床,又要洗臉,又要擦牙 以前我很討厭這些東西 洗臉洗臉擦牙 多麼麻煩,又要洗澡 洗臉又要脫衣,洗完又要穿衣 多麼麻煩 我以前經常都想問我一個問題 睡覺前擦了牙,我什麼都沒做過 只是睡著了,睡覺又擦牙 其實為什麼呢? 不如一直都沒有人回答我 好了,第十二章 說到孔子的輕重 物有輕重 他說,救份 那個馬舊,著火 只退潮 退潮回來 第一句問,雙人虎? 不問馬,他不問馬 技術在生活上面 凡事都有輕重、急援之別 孔子上班 上了朝 家裡的馬舊失火 從朝廷回來 即是放工 放工回來 家人跟你說 喂,我們的馬舊失火 你第一個反應是問什麼? 沒有人受傷 人命關天 他不問馬 以前古代馬就代表財產 我們說以前的諸侯 有馬幾多姓 馬車幾多駕 代表馬 那個規模 那個諸侯 那個國家的規模有多大 是不是? 以前經常說 孔子的學生 他幾多姓 那裡 幾大個規模 那裡的國家 又怎麼做 誰做 做行政 還是做軍事 馬是代表金錢 不是真的一隻馬 可以是馬車 可以是馬 但代表是金錢 資產 即是說 其實孔子 對於家裡發生意外的時候 第一個關心的是家人 家人代表了勞博的 或者看馬那些 洗馬那些 童子 都是關心 因為人命關天 任何受傷的 任何人受傷 我不理會是誰 只要是人受傷 就是天這麼大的事情 你說馬是財產 這隻不是普通馬 血汗補馬 這隻馬王 贏了葉森打給 不是說這些 財產象徵始終是財產 財產始終是身外物 不可以跟人命相比 其實我們做學問 在大學裡面 頭一段已經講完了 君子做學問 追求的是什麼 不外乎是輕重 不外乎是先後 所謂物有本末 事有始終 之所先後 則近道爾 什麼輕 什麼重 錢說不見很多 但是幸好 大家都安全 錢沒有不見 不過燒傷幾個人 只是勞博 他自己不小心 弄到失火還好說 你這麼想 那些就叫韓博了 對人韓博 你的制語一定韓博 這就不用算命了 這是邏輯 這是因果 你這個人本身是韓博的 因為你對人韓博 對事韓博 對生命韓博 你的制語想好 怎麼可能 所以我經常說 你人最忌的反應 是什麼 幸災樂禍 你自己想一想 你幸的是災 你樂的是禍 就是說你每天是inviting 災和禍 你開心 導致你開心 是什麼呢 行災 樂禍 你行的是災 樂的是禍 你整個身體語言 招惹著 inviting 邀請著災禍 那你怎麼會沒有災禍 你想平安一年 你想平安一生 沒有可能 是不是 一定在等你 因為你自己在招惹著 你是在歡迎著 第十三章 君賜食 必正直先嘗之 君賜聲 必屬而戰之 君賜生又怎樣 必促之 事食於君 君制先犯 侄君士之 東手 家朝復拖身 君命照 然後呢 不邀嫁了 行以 這是什麼意思 技術孔子 事君 這是什麼叫事君 怎麼對你老闆 簡單一點說 每人都有老闆 我們紫薇斗數 那個父母功 不只是關你七生父母事 醫食父母的意思 用香港人的說法 就是老闆的意思 你說我已經是老闆 那你的客戶是你老闆 沒有客戶 我四層樓拿著瘋子 收租 那你的租戶是你老闆 沒有所謂的 我也不想租給他們 隨時叫他們搬走 我家裡有很多 幾十萬 幾十萬 沒有意思 幾十幾十億 還沒開頭給我的現金 那你也有老闆 通常在這樣的情形下 你老闆就是你的子女 所以八字呢 男命官殺為兒女 為什麼呢 黑你那些 就是你的老闆 是不是 女人以相食為子女 因為他真的是生的 我生相食 是不是 你真的生出來 是經過phesically 在子宮經產道而出來 剪斷磁帶 他根據自己的肺 開始呼吸 心臟跳動而生存 是由你來的 但是男人為什麼不用相食 當作兒女 phesically 他不是由你生出來的 你黑入了一個 財星為妻妾 在妻那裡黑入了 留下了一粒精子 和一粒精子 fetalize 而成為了一個ampule 就留在子宮裡面 黑蕩地經歷了一個適當的時間 才從母體的子宮經過產道而出來的 所以 我黑為財就是妻子 但是黑我那個就是官殺 你一定有個老闆 你現在說是君之禮 不是叫你怎麼對兒子 是真是老闆 古代的君主的意思 君賜食 國君賜了一個熟食給我 必正直先嘗之 一定擺正的恰當座位 試一試 為什麼要試一試呢 講得這麼詳細 君試刺食 必正直先嘗之 這個先字 自己試一試先 為什麼呢 試一試才給家人吃 你第一個要試 試是感恩 你一個軍恩先領 你先感激了軍恩先 吃完之後才告訴 啊老婆啊 子女啊 啊 老闆 刺我 這個大雜蟹四妹 是不是 我吃過來了 恰當 好吃 感恩 大家一起試一下 你先試一試 做一隻 啊 九季燒鵝 我試過了 仍然都是脆皮多汁 是不是 大家試一下 你先試一試 才是尊敬 對視對方的東西 先看看 試一試 那你說 如果君賜聲 你一個老闆賜給你的 不吃得住的 那些東西 生肉來的 那又怎樣呢? 君次升,必熟,而賤之 這個時候要煮熟他了,好像很囉嗦 那當然是煮熟,難道生吃嗎? 老四 鬆鬆鬆鬆,餘生,難道是煮熟他嗎? 不是這樣,他意思是你煮熟了他,這次不是吃的 這次是賤給祖先 為什麼?上次熟食你不賤給祖先 這次的生肉,你要煮熟他,供奉祖先 生肉祭祖,避免了別人送給你熟食 原來祭過祖,我怕他送給你之前祭過祖來 祭過祖來,你再祭給祖先 那你那些肉裡面祭兩次? 祭祖先不是吃第二回合嗎? 那就是不尊敬祖先 為了這個情況之下,凡熟食不祭祖 不賤,賤就是祭祖 我不賤了,因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祭過 祭過再給祖先吃,就是祭祖先不敬 所以我自己吃,吃了表示敬意送禮的人 但是吃完,我分給家人吃 但是你給生肉,我肯定他沒祭過 沒祭過,我整熟他,祭給祖先吃 祭祖先吃完,我們先吃 好了,君 事食於君 和國君一起吃飯 不是,還留了一句 君似生 如果國君不是給你生肉 而是給你活生生的禽畜 要是給你活生生送來一隻雞 這個老闆 君似生,必促之 我不吃了,不殺他 養著他 為什麼呢? 章顯國君恩德 你不要送什麼給你吃完 你不要送什麼給你吃完 送兩隻鸚鵡給你,你也敲完 是不是? 打算和花鳥這樣吃,不行啊 他送生口給你,你就養著他 他送生肉給你,你先煮熟他 祭祖先 他送熟肉給你,你自己先吃 以示尊敬,再分給家人吃 三個層次 第四個層次到什麼? 事食於君,君際先飯 和國君一起,同桌吃飯 國君作為他一國的首腦 他要自製的 他自製的時候,你要替國君先試吃 看看食物味道如何 有沒有不妥呢?有沒有變壞呢? 有沒有毒呢? 要毒死你先,是不是? 這個都應該啦 你做人家,下屬的話 死你死先都應該的,是不是? 這就是所表示你們國君的忠誠 侄 侄即是你病了 軍事之,老闆來探你 那怎麼辦呢? 你的臉要向著東邊 為什麼要向著東邊呢? 因為一般的禮儀,國君上去找你床的時候 他一定要東邊這樣來的 簡單來說,其實講得詳細一點就是 麻煩你的眼睛看著國君在你的床邊 你說我起不到床,我真的好病啊,老闆 我又拿了病假紙,你就知道 這些人很懂得拿病假紙 是不是? 有些人打工很厲害的 知道自己病假有十八天 他真的拿了十八天病假紙 是不是? 沒有病都是去看看中醫 大哥 去什麼東西的醫療中心 中醫很多人的 下午吃完飯就去 起碼坐三個小時 才看到你 不回半舊工 是不是? 再跟著叫他中醫審兩天病假 就是兩天半 哇,very good 看過中醫法國公司又付錢 再拿兩天病假 而那天看病那天又不回半天 那些人的誠心是計這些 怎樣放三天假 是等於放十一天假的 是不是? 有些報紙專門幫你計算 他覺得這樣是很聰明的 打工仔 一些叫做smart 這些人極有限 我自己打工這麼多年 我沒有請過病假 我不病的 只有死不會病 生病的時候 國軍來探視 你在床頭你的臉朝東 因為國軍這個方向行來 那你就朝東 他說不止 要加朝服拖身 什麼意思? 因為你躺在床上病 你不可以dress up 就沒有禮貌 穿到睡衣 打了格子 間調睡衣 對著老闆怎麼行 沒有呀 我把我的朝服 躺在床上 還把大帶拖身的大帶 為什麼? 我穿不到 但我一樣有這樣的尊敬 是不是? 把阿曼尼鋪在床上 還有三條胎 不是吊頸用 就是告訴你 我一樣是穿著阿曼尼 打的那條胎對 不過我穿不上去 我病了 是不是? 對了 老闆叫 最後一句 君命照 老闆叫 我馬上飛過去 不挨架 老闆我在車來接你 不等了 老闆叫 我見他馬上到 老闆到 你數三十秒內 我馬上出現 忠誠 這些 是不是? 行義 怎樣? 君命照 不挨架 行義 直轄彈 你便行 為什麼? 這個因為顯示我對老闆 的重視 這個都是一種姿態 剛才所說的 全部都是姿態 怎樣是君之禮 當然了 你要令到 你的老闆 覺得你 是可信的 是忠誠的 你嘗試做記者 訪問這些 所謂大的老闆 養活很多員工 那些 無論是李嘉誠 李兆基 鄭宇彤 這些 其實他們不約而同 說一個字 通常你會問他 你找人 最重視什麼 我印象中 無論是李嘉誠 李兆基 還有 馮景希 還有鄭宇彤 都是說一句 忠誠 他們很重視忠誠 loyalty 打工仔 經常強調 ability 能力 我能力 我厲害 人家打三個關斗 我打七個關斗 做幾個船子 給你 老闆 馬上發兩個船子 厲害人很多 有個老闆說得挺好的 他很厲害 不過 我們公司不需要這麼厲害的人 是不是 為什麼要這麼厲害 我們普通公司 日出而作 日出而識 日出而識 月份 南國上了轄道 直播 時日夫說 當時TVB沒有人做總經理 他動了陳慶祥 Robert Chen 人家記者問他 誰做總經理 時日夫真是厲害 他是一個很高智慧的老人家 他說 哪個空閑哪個做 就是說 而TVB當時 貴勢如紅 如日中天 就特閑她做 是不是 無所謂 誰做 誰做都是這樣的 所以有些老闆說,那個人很聰明,又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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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走,由他走 他真的聰明,不過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聰明? 這句話有多好,我挺喜歡這句話 我們打工時經常強調,我聰明了,老闆,我上曉天文,下曉地理 是不是?我計算什麼sign co-sign, tangent co-tangion,不用計算機 為什麼不用計算機?你為什麼不按計算機?你留指甲?美子過三關,臨死都會回生 老闆不需要你這麼聰明,但是老闆很需要什麼?loyality 是不是?中國人老闆是其事,希望要一個什麼?中博,什麼叫中博,可堪換味 好了,講完這張,今天就完了今天的節目了 這張是第十四張,只有六個字而已 入太廟每時問 這一張似曾相識 在論語第三章八日篇 第十五個,第十五section裡面出過一次 當時孔子跟人對答 這裡只是說這句,六個字 入太廟每時問 在八日篇,第十五章是這樣寫的 指入太廟每時問或約 屬為周人之子之禮府 入太廟每時問 指問之約是麗也 什麼意思呢? 周是孔子出生的地方 周人之子 即是說孔子 用側面來說,有點負面的 即是看不起說話 那條小鄉下的意思 孔子當時是老國的思寇 代表國家去到太廟,即是宗廟 最重要的地方 進去之後,所有儀式 他每次都問得很詳細 好像很不懂 於是有人嘲笑孔子 那條這樣的鄉下子 平時不是講得有多厲害的 又講禮,又講人,又講義 又講義 這個來道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要問的 通常是非的事情 很快就傳給孔子的耳朵聽 是非嘛 中文的世界 是非法的光束 他就說 那就是禮咯 禮就是這個意思 不懂就問 做人是這樣 做學問是這樣 誠懇地向人請教 沒有人認識所有東西 人人都有地方不懂 不懂就問 這個就是禮的精神 這個就是做人的道理 不懂就真的問 認識就真的認識 不認識就真的不認識 不認識你就問 這叫不恥下問 問人有什麼可恥呢 所以有些人覺得 他問東西才是差事了 錯 孔子的意思是說不是 問人 講這句閒話的人一定會覺得 你平時這麼厲害 又教人 又周遊列國 又說這樣 又說這樣 又說老國的大軍事來了 又說延人 又是這樣 你不是也要問 問我們這些人 是不是 但是孔子覺得 我不懂就問 有什麼問題呢 做人 是經常要問的 問人 問上面 問下面 問同輩 問我們不應該問 或者不懂問 問天 你也要問的 做人的道理不外乎都是這樣 不懂就問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好 下星期二 我們繼續和大家在這裏 黃偉民的《驚港堂》 和大家聊聊天 拜拜